庆典野人究竟是人类还是野人或者是野人猎手 今天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庆典野人其实真正的身份是由野人假扮的 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打出2469 你将会看到真相 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庆典野人拥有一个长毛 而且他戴的这个面具在野人猎手和野人那一块根本看不到 并且我们发现这个庆典野人他会荆棘独立 就是用一只脚战力 但是我们的野人和野人猎手他们两个都不会 但是在老版本中我们找到了他是野人假扮的直接证据 小伙伴们你们看前方的这个是卡卡 没有错吧 卡卡下来的这个人就是妮妮 没有错吧 但是如果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 在妮妮的身后是有两个野人猎手的 而且中间的那个野人猎手非常像庆典野人 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野人的出现 所以小伙伴们 庆典野人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由野人直接假扮的 去年轻人的干扮 在最小伙伴们 还是兴在大质 人